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四個眼妝 而這四個眼妝會用到 EDIHOUSE的最新眼影盤 分別是Strawberry Blossom 以及Cookie Class的眼影盤 Strawberry眼影盤 就是偏向粉紅色 而Cookie Class的眼影盤 會偏向粉紅色 如果對眼妝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吧 第一個眼妝會用到 Strawberry Blossom的眼影 而這個眼影也一如既往EDIHOUSE的作風 每一個眼色都非常顯色和閃 第一步 我們會用了淺粉紅色 去做眼皮打底 然後我會用一個大約閃粉的桃紅色 去塗在眼皮和眼尾的位置 去營造漸層的效果 然後我會在眼尾上一個深啡色 去加強眼睛的深水感 不要忘記下眼尾的位置 也要上一點深啡色 去做深水感 去到最後 去到最後 我們會用這個palette 最閃的啡色 去打亮眼皮中央和臥蠶的位置 記得 底下的線份 要落在中間的位置 然後就可以向前和向後 印開它 最後也不要忘記 在臥蠶的位置也要打亮 眼影的部分 已經完成了 之後就塗上Mascara 和畫一條眼線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輕輕地 翻個眼睫毛 然後畫一條眼線 再上睫毛膏 整個眼妝就完成了 眼睫毛方面 我會用我之前用的Curlfix 眼睫毛膏去做 我覺得它的纖長的效果 真的不錯 但是如果說要綠蠶的話 我就覺得掌握方面 有點困難 然後就上了這個很可愛的粉紅色胭脂 它有微微的珠光打亮效果 唇膏方面 又是用Betterlitot系列的唇膏 我用的這個色 就是PK014 是一個比較溫柔的粉紅色 好 那我們第一個妝就完成了 Close up 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是怎樣 來到第二個眼妝 也是繼續用Strawberry Blossom 的眼影盤 第二個眼妝就會比較簡單 我們直接用最深的粉紅色去塗這個眼尾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向前推 推開眼色 這個眼妝就會比較淡 同時也會比較容易carry 會比較適合很多不同的場合 然後一樣都是用這個啡色去做這個眼尾的位置 好 最後我們就可以用整個palette裡面最淺色的一隻閃粉 去做整個眼皮的打亮 好 接著我們就快快去夾上眼睫毛 還有畫上眼線 眼睫毛方面也是用剛才那支 所以這裡就不再說了 上上的胭脂在這個蘋果肌的位置 然後再塗上漂亮的唇膏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眼妝就會比剛才那個相對的 比較淡一點 所以唇膏也配上一個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讓整體看上去 他的樣子比較精神 好 我們終於來到第三個妝 我們就會用到這個Cookie Class的眼影盤 這個眼影盤的顏色 是一個偏和式的大腿色 所以這個眼影盤就會比較適合 一些本身皮膚白的朋友 首先我會用palette裡面的一個淺啡色 去做一個眼皮的打底 打底完之後 我們就會用palette裡面的一個深啡色 去塗上雙眼皮接位和眼尾的位置 去營造深水感 最後就會用到palette裡面最閃的一個金色 去打亮整個眼皮和臥的位置 塗完眼影之後 記得先畫眼線和夾眼睫毛 塗完這個Coreal Fix的眼睫毛 之後就去到胭脂的部分 而胭脂的部分 就用上次跟大家介紹過的Daisy的胭脂去做 Daisy的胭脂去做 Daisy的胭脂就是沒有珠光效果 出來的妝感也會比較溫柔 和淡一點點 唇膏方面 今天我就用了一個豆沙的MAT色唇膏 令到整個胭脂看上去 也會比前兩個更加成熟 第三個妝容就完成了 現在讓大家看看效果是怎樣 這個豆沙色唇膏出到來的效果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我最近都很喜歡用這個唇膏 雖然不能外出 這個妝就偏向成熟一點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不喜歡呢 好 很快就來到最後一個妝容的分享 這次依然會用到Cookie Class的眼影盤 這次想化的這個妝就偏向偽素眼一點 想做一個我沒有化妝 但我皮膚很好 很漂亮的感覺 我們簡單用一個啡色做了打底之後 就可以用深一度的顏色 把眼影塗在眼中央的位置 然後就把最深色的顏色塗在眼尾的位置 然後才blend開 這樣就會做到一個非常自然的妝眼眼妝 最後也不要忘記在眼底的位置 加上一點啡色的眼影 去加強眼睛的輪廓 那眼線的部分 這次只是很簡單地畫一條內眼線 而且不會加長眼尾的位置 目的就是看上去有一個偽素眼的感覺 當然如果你有眼線筆 就比我用這個眼線液好 出來的效果也會更加自然 最後唇妝的唇膏 我會選一個有色的潤唇膏 去做一個自然的唇唇妝 好 那第四個妝容都分享完畢了 不知道你最喜歡我這四個妝容裡面的哪一個呢 還有 還有 好 那這四個眼妝就分享完了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個眼妝多一點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還有 為了答謝大家的支持 我會做一個化妝品的give away 有分別會送出這個深型的胭脂 它就是PK004的顏色 就是我剛才在影片裡用的這個胭脂 還有我剛才在影片裡也有用過的眼睫毛液 它就是這個curvefix的眼睫毛液 所以 今次的give away 就會有兩位的幸運兒 要參加這個give away的方法 就非常之簡單 第一 就是like這條影片 第二 就是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第三步 就是subscribe我的頻道 在這條影片的留言區留言燈 這個give away就8月31日截止 而9月1日就會抽出得獎者 今次的give away活動 只限香港的觀眾 大家想參加的話 記得快點參加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快點參加 那好吧 今次的影片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3位 2分2 2分3 2分4 1分3 2分3 1分3 2分3 2分4 1分3 2分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